为什么中国的婆媳关系难相处 归根结底是这五个原因 第一 彼此之间的界限不清 第二 年轻夫妻普遍不自立 对公婆依赖过多 第三 嫁在中间的男人不作为 第四 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概念不清 婆婆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儿子结婚以后跟儿媳是一家人 你得尊重他们 对他们的生活不要有过多的干涉 怎么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 媳妇呢 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结婚之后 你跟你老公是一家人 公婆以及你的父母都是外人 第五 婆媳之间的思想观念有太多分歧 很难接纳彼此 倘若你跟婆婆脾气合不来 不要强容 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不要对婆婆有过高的期待 更不要把婆婆对你的帮助当成是应该的 婆婆能帮是好事 不能帮就跟老公想办法解决 婆媳之间 良好各亦好 愿少些矛盾 好生尊重 好好相处